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题目是选之前举起祷告的手 主题经文是提摩泰前书二章一到二节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大家最近最关注的话题 莫过于现在的总统选举和地方各级议员的选举 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系列法案的投票 因为每一次选举其实都是一次转机 或者是走向更大危机的加速器 那基督五家的意向是建立充满主爱与影响力的教会 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每个个体 我们也应当思想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来活出主的爱 传扬福音 如何来践行圣经真理 实现我们的文化使命 不仅有福音使命 我们也对这个社会有文化使命 那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不仅要自己做个手法的公民 也要成为这个社会的光语言 在社会的公众领域 特别是借着现在选举的过程 来表达合乎圣经的价值观 来发挥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力 那如果基督徒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仙书 或者认为自己的参与无足轻重 而放弃的话 那若善放弃 恶就得偿 在刚过去的这个主日 我们邀请到沙阳博士 在举办的讲座上 他分享了几张图片 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够平静 因为我们平时常常接触到的是一些抽象的词汇 但当这些抽象的词汇 变成一个个真实的生命的例子的时候 更容易打动我们的心 他当时分享到现在在学校当中 会有这样的一些教材 他们在教材当中 来让这些孩子们来怀疑 自己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 当我看到这幅图片的时候 也的确会想到 正如创世纪的时候 蛇对夏娃的诱惑 他说神岂不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蛇也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其实那个时候 他就是在夏娃的引诱和欺骗 就是要把人对神的怀疑放在人心里 其实这些类的教材 也是把对神的创造的怀疑 放在孩子心里 连嫌而易见的性别 都可以被随意的扭曲 这不仅仅是在课本上 而且会变成每一个人的实际的行动 他当时也分享过一个女孩的例子 因为妈妈失去了她的女儿 雅丽 不仅仅是失去了她的监护权 而且也失去了这个孩子的生命 因为当时这个女孩要想转变成男孩 她的父母当然是不同意的 但是根据现在的法律 居然当局可以剥夺父母的权利 然后帮助这个女孩进行了变性 而且也要服用大量的跨性别的激素治疗 她也有非常严重的抑郁症 19岁的时候 这个女孩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其实我们可以思想 到底是谁夺走了她的女儿 和这个女孩子的生命呢 那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 我们如何来去面对呢 如果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我们为什么会容忍孩子们 生活在这样的学校和社会的环境之下呢 还是说我们自己会抱着自扫门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 认为自己的孩子有足够分辨是非的能力呢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悲剧 对大众来说的话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新闻故事 或许这些悲剧中的人 他曾经也是看别人新闻故事的人 直到别人的故事成为自己的悲剧的时候 才有这种切肤之痛 或许我们会觉得这只是个小概率事件 觉得人们是在小题大作危言耸听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统计数据 2021年的时候 巴尔纳他们做过一项调查 在千禧一代中 有30%的人是自我认同为LGBTQ 在14到28岁的这一时代人 这个比例高达39% 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完全震惊了 我曾经以为这是个少数群体 但是数据是残酷的 而且这个比例是其他常年人口的三倍多 那意味着其实常年人口的比例也是相当高的 甚至都高过全世界的平均基督徒的比例 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 就知道这已经不再是个小概率事件 LGBTQ的主张能够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大行其道 他们的彩虹旗可不是放在斗底下 而是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高高飘扬 那我们的下一代正在被掳掠 丧失的不仅是对性别的认同 而且是在学校媒体政治多方势力的协同作战下 更多的年轻人在丧失对基督教信仰的认同 根据很多的统计调查 尽管这个数字稍有差别 但是差不多是70%的年轻人进入大学之后 会放弃信仰 这还能说是个小概率小比例吗 在这场争夺下一代的属灵征战中 我们基督徒如同散沙一般 非不成群 因为善若齐全 恶就得逞 即使是在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中 基督徒想过平静安稳的日子 都已经越来越难 加州在2014年通过了臭名昭著的47号法案 将持有毒品定为轻罪 将商店的刑窃盗窃和其他财产犯罪 作为重罪起诉的门槛 从400美元提高到了950美元 而且对那些正在服刑的人来说 也要重新判决 导致4万多起重罪减为轻罪 从那之后就零元购 和这些快闪抢劫泛滥 他们都不被法律追究 那这47号法案呢 美名曰是安全社区和学校法 显然这是个谎言和欺骗啊 这个法案让学校和社区更不安全 恶法纵容犯罪猖獗 导致这些零售店偷窃 抢劫砸车窗偷窃 有恃无苦肆无忌惮 就是我认识的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 就有好几个都已经成为 这砸车窗痛切的受害者 那些商店呢 不堪经常被洗劫 索性关门 即使继续经营的 零元购也带来巨大的损失啊 2022年他们的统计调查 是大约有780多亿美元的损失 那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保险和我们的物价上涨 最终这个结果其实是由我们每一个消费者 来承担这个恶法的后果 当这些砸车窗这样的事情 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我们是自认倒霉 还是会义愤填膺 这个世界本不该如此的 那比这个恶法获得通过 更可悲的是 这样的恶法 其实已经实行十年了 有很多基督徒 现在正在推动废除这项法律啊 但当然有其积极的意义 但有其局限性 因为这些不同的法案决定的是 哪些人算重罪 被关进监狱 但是如果不能够洗心革面 洗面革心的话 重新做人 那还是会有很大比例的人 再次从事犯罪行为 因为法律可以惩戒犯罪 但无法根除犯罪 因为唯有福音 不仅是属灵上的赦罪之恩 也能够让这个社会 多一个基督徒 更有机会 让监狱里少一个囚徒 当这愁明昭著的 47号法案还没有被废除的时候 加州又通过了 另一项恶法 SB11174 地方的选举中 查选民的ID 违法 这个人真是匪夷所思 因为平时我们开车 坐飞机 生活上哪怕是买瓶酒 都要验ID 但选总统 选议员 为法案投票 反而不能够验ID 那保证有选举权的投票 没有选举权的不能够投票 让选举合法进行的措施 反而成为了违法 只是这些恶法的议员说 查验选民身份 是一种歧视 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这完全是黑白颠倒 赤裸裸的谎言和欺骗 为非法投票提供合法保护 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 因为合法投票的人 当然不怕验ID 那谁怕验ID呢 这个法律 要为哪些人提供便利 达成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善若齐全 恶就得逞 面对这些恶法 我们很容易义愤填膺 甚至会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和沮丧 我们的世界就好像脱轨的列车 正在out of control 脱出脱离控制 好像我们对此又无能为力 当我有这种心情的时候 读到提摩泰前书二章十二节 带给我很大的鼓励和安慰 正如保罗提醒我们的 我们应当为所有人 恳求 祷告 代求 祝谢 因为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在这个社会上的责任和态度 要为那些在位的领德者来祷告 因为每一个决策者的决定 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才得以能够尽前端正 平静 平安无事的度日 那提摩泰前书呢 是保罗写给年轻的提摩泰里封信 当时的罗马帝国正经历了许多的社会和政治的动荡 基督徒在罗马社会当中呢 也常常会面临逼迫 信仰的传播也遇到了匆匆的阻碍 在这样的背景下 保罗呼吁基督徒要为当权者祷告 其实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自身的利益 而是能够让信徒能够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当中 来自由的敬拜神 来传扬福音 这段经文 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基督徒在社会中的责任 我们不仅要关注自己的信仰生活 也要参与社会生活 为社会的公义来祷告 那今天我们所出的这个时代 虽然不同于保罗所出的罗马帝国 但我们的社会同样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那在选举期间呢 其实有很多的人对候选人和政策感到迷惘 甚至有些失望 那作为基督徒 我们就有责任 以有信仰的角度 来看待这些问题 参与到选举当中去 不是以个人的喜好 不是以个人的利益来决定 而是以圣经的价值观来决定 我们到底要支持谁 到底要投yes还是no 我们要为那些赞出来 为真理和公义发声的人祷告 也要为那些决策者的身心 转向神来祷告 也求神赐予他们智慧 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和社会 导罗的教导其实也在提醒我们 政治其实不仅仅是世俗的惨物 它也涉及到神对我们生活的主权 那在我们投票之前 我们要举手祷告 寻求神的旨意 来确表我们每个选择 是反映基督徒的价值观和信仰 投票呢也是一种责任 我们作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 也是我们表达信仰 和影响社会的机会 那除了选票之外 基督徒其实多的另外一个法宝 就是祷告 面对即将到来的选举 我们如何在神的心意当中参与呢 我们要在选举之前 祈求神给我们智慧和分辨力 做出和神心意的选择 为候选人 为他们的政策 为我们的社区来祷告 更是要呼求人心归正 那神的祝福和怜悯 才能够临到这地 其次呢 我们也要参与 积极参与其中 借着这个过程 去传扬符合圣经的价值观 传扬我们的爱心和真理 其实我们借着社交媒体 各种讨论会 哪怕是我们个人之间的 面对面的交流 其实我们都是可以思考 信仰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另外呢 我们也要感恩 因为无论如何 神的主权仍然在掌控当中 我们相信 其实无论是谁当权 神都在其中工作 会带领我们走向祂的旨意 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仅仅是关注选举本身 更要关注我们的人心 是否呵护神的心意 是否按照祂的引导 来活出我们信仰的生活 那今天陈道 我更多的是希望 传递一个意象和护照 经文我们读过很多 但真理要在这个社会上 有影响力 要除去恶法的挟制 要并诚持圣经价值观的基督徒 不仅仅是神的选民 也要成为这个社会的选民 因为除了总统选举之外 还有地方各级的选举 和地方议题的投票 那投票的结果 影响着每一个人 善恶对决胜负的时候 那个其实是取决于 超过平衡点的 那少数的变量 不关心的结果 是别人投票的结果 会让我们伤心 所以呼吁大家 在善的力量上加一 放弃不是零 而是让恶的力量加一 我们需要在真理上不妥协 行动上不放弃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天法把我们感谢你 在这片土地上 建立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 但人心败坏 贫行几路 世界上充斥着谎言和欺骗 让恶法盛行 但感谢神 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为这个国家 为执政党权的来代求 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看到当下的危机和责任 来活出我们基督徒的福音使命 和文化使命 用爱心来感动人心 乱选票来除恶扬善 但唯有福音 能够让每一个人 以及整个社会脱离罪的泥台 特别的为基督徒选民来祷告 选举之前来举起祷告的手 求神赐给我们智慧 来明白神的心意 在投票时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们为所有的候选人 领导者和政策的制定者来祷告 求神保守他们 赐给他们智慧和勇气 做出正确的公正的决定 愿你的旨意 在我们当中来成就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